就是有男的獎,就是有佛灘無敵打算 其實遇到任何的煩惱困難,他這個職務心還是能夠發起,能夠保持 就是一個整單獎,就是一個菩薩的狀況 當然他這個職務心就不同於所謂的獨漢出人節 因為他之上是包括,他是要追求助度度他,助力度他 正方面,就是說他所責任不是個人所謂的獨善性,獨棟其身這個想法 他要包括,把他推廣出去,包括把佛法推廣出去 能夠同層佛法的意義,正方面的整單的概念 這不是一個助力犯,一般人家是要,當然助己要先把助己修織好做好 把這個力量推廣出去,他不是極限在一個本身個人依人做法面的 把所有的助力,助力去他,這個要保安職,我們的目的 這是他的最大的差別 那我們一個菩薩,他所要學習法人,當然是很多的複雜 在這個經理上,談了很多 那其實大論上,他有幾個法面要有的,就是說他要歸三寶 那以極致,就是在這一定會三十分面,有在家罪、出家罪 這方面的,就是佛法上,在三寶熱水,在這方面 這是屬哪方面的在家,當你在在家應該修織的,所屬的一個罪法 所謂的五罪、十善、出家罪、三寶罪、比丘罪、七十罪 這方面,這是罪水法人 那發這個,對這個修織這個罪法人 之後,他如果菩薩就發福利心 他這個,要修發起福利心之外 還有修織六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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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罪法 這是菩薩人非常學術、非常強調的方面 不過這邊,我們還是各位說明一下 往往就一直在強大,菩薩人修律,對方所遜色 那以色基本的,應該有的,反而不忽略的 所謂的,所謂的修織這個真善心,這個善華 以及,在彭仁像生文方面,嚴審方面 這個,對佛法有種出離心的修織方面 反而這個,就是清清代過 那清清代過,就所謂這個,成一世,這一點不穩固 有一戰,再發起菩薩極限,略律萬行 這個障礙就多,就不穩固 甚至還會出問題,這種狀況 所以是,追究起來,就是所謂的根性不夠 就是所謂的,他的修織這一段的,應該要的祭輩 他不夠深厚 所以這,往往有這種方法,略母提 這個四周一面 所以我們說,有時候就說 會說所謂的偏旨 菩薩,講六律萬行 那一旦談到所謂的,仁明天修善法 神明仁者方面的一個,學習 菩薩,如要轉紅了,菩薩這個主理方論 這方面就是說,表對所謂的鄙視之心 這副勒之心 那會造成,你本人生的修善法的根性不夠 你在亂對,菩薩就是,學醒他面對外在環境 人事物,非常複雜 甚至他的,你的面對環境很積極,很惡劣,很難遇到 甚至人的方面,說好就是,他腦筋比你好,比你身上 你還不曉得,被他所謂的團團戰 你還就所謂對他,把我這個民意 這個所謂的民意的方面,一直在那邊走 你還不曉得,我們還是處三組,整一個狀態 這個方面,你還是不曉得,重方面的問題 我們在其中歸就起來,就是你的所謂本身 自我修善,簡單的說,根性不夠 所謂的記憶也不夠 你當你面對,那麼繁盛,那麼複雜 自然而然,所謂的被人家稱得著無私 你也不曉得,當然你要以菩薩修善 寫字來講,應該修善寫字 並無所學習的,可能就是有問題了 達到你的目的,這是我們菩薩修善寫字 這方面,你這方面要去加強的方面 那前面有談到,菩薩就叫歸三寶 這是最基本的啦 歸三寶,這是必然的 只要社會者,他一定會鼓勵你去歸三寶 進來是持者,修善一些菩薩修善寫法門 但有一種比較特施啦 有些社會復主人因為他歸,他沒有歸意 他理人大歸,還要整個狀況他才歸意 所以我社會社會的很多條件,他可能一輩子 社會一輩子欣欣華社輩子 他就從來不歸意 就是個人特施幾個狀況有這種狀況 大部分上,當然一般都不會有這種色相 這是特施的狀況 那其餘啊,其次就是修善一些國家的方面的這些罪法 什麼類的罪利啊 因為這是最基本的 佛法是罪利上,適正的一切善法 就善再往上繼續提升到罪祭 不是捨盡適正的一切人他善法 在五座時上,一直到種種的罪法 那做的方面,當你講概念就是說 本身有什麼應該不可做的 禁止的,所謂的犯法、受種種的 那什麼應該是多做一些善法 這方面的 所謂不該做不該做 應該做盡量去做 這整項的概念 這是做法的一種概念 那這方面在我們人的品德方面 你最會比較有規範 有模有樣 所以這個示範 有一種情況 做個麻煩 那我們蛇活者 有菩薩蛇活者 強調你就是要利人利他 那你本身人家會 什麼樣的標準來看你 作為他學習的目的 所以你本身的表現會變成非常重要 那你講的再好 再好高尿的佛法 什麼無上 那你他的任何你 你自己的舌兵法都不行 那利子強那個 讓我他會說 啊 折扣是一個懷疑 是不是 沒辦法折扣 這個狀況 所以在我們要去幫助別人 或是做什麼 推廣活法的利益 什麼 不要忘記你本身基本的 所謂的行為規範 還是要做到 不然你能夠達到說服率 不然你講的再怎樣 都是白貨利益 做什麼都是白貨利益 真是還有還效果 這方面我們要做一個禁令 這次換例 其次 就是 修這個 什麼樣的 普遍心 這會誇起 這個 往年這番被擋 我們再強調 這個 修這個 六波羅律 六波羅律 六波羅律就是 布斯 陳世 緘入 清淨 殘定 波羅 當然我得談得更細一點 就是講到俗遇 那 基本 整個概念上的 法學還是 了肢 這個 涉及了整個 修詞的內容 那 四色法 阿佛薩要講到四色法 四色法 就是所謂的 布斯 愛力 geg 同宿 就是如果你要夫妻修行一些法能 你要做利他工作 当然也只得你要设置对方 当然也只得透过布施之道 布施就是说 透过你的什么身体三种 从嘴巴讲 或者是你的动作 你作为上 甚至你的思想观念 那最简单就是说 你如果到他受福众生帮助 就是说从口最简单 你讲一些好听的话 古律的话 他就会 其实你多想一点 上文艺术去做 同样到舍弃和马 也就是踏上这个舍弥之道 这个是他在这陆地 那律他 就做一些帮助他的 他有困难的怎么样 你一年能力去帮助他 他的感恩在心 他就会想说 你这个 谁说 你有这份善心 不讨论谁就能够 不计较什么 他会感 因为你心有所感受 这也是打算日地 当然这个力胎 在这边 要做下 要说你的能力 要操作你的能力范围 比如说你能够 这个抗起 所谓五十公斤 你这边让你抗一百公斤 让你这次对你来讲 这些太大负担 意思是说 不要擦你能力范围太大了 你这叫可能反下会 谁的能力能够做到 这可能还没 这样 所以是在宿受法立他做一方面 那还有奥仪 同事做一方面 整班特子 这个 同事就是 就是跟他一起过日子 跟他一起十五三级 就圣大人就是说 圣大的社会 就是说 以前都是高压政策 高压作法 我要讲什么 要政策什么 以便的 他从头 对你对总理的交易 常常是说你 圣大社会这套可能就是不行的 常常是说 不如这样打压 面面式的 你要去关心他 了解他 圣大卡 就把他当成朋友 去面对你的准定 或是从其他的 他就能够达到你的目的 就是你在跟他 帮助他 做一些 有利益的事情 帮助他的事情 就要同事 就是我们常常说 普能品 所谓关于菩萨三十二印化身 就是这个概念 你应该什么样的 什么场合 你什么身份 去面对你的 曾有周遭最亲近的祖异 惠异兄长 也就是菩萨 也就是跟他一样的状态 跟他一起相识 达到这个 神习佛法 同一受佛法力 这个是祂的事实法里面有谈到的 当然这个 这比较高声音点 你不是一个菩萨 那先识怀你到哪个这段 有时候你想做还不是做到还是可能有缓效果 所以是说你在菩萨先识怀 你要有相当的基础来做这个才会达到你的目的 这个是婚论 那菩萨谁是婚论 谈到这个婚论 其次还是要强调 因为我们在学着菩萨 因为你这是本尊所张开的所面对 这是知识外面的 往往我们的忽略本身内在的问题要加强 所以佛法在有一些像这个人生难得 对人生的世界体悟 就是所谓的三法印 四这五一场出法无法 极限落盘 这方面概念的话还是要生日 因为这方面你生日到一个五个状态 甚至在这个所谓的火空的道理 法空的道理 这方面你就能一个相当的物 这是菩萨在学着的方面 承认的所谓的这个人天法门 这个心理人法门 是信之人解分明学解这道 这方面还是要把他打下基石 不然就好像在爬阶梯的时候要不要爬上高阶梯 要跳过去可能这些需要是没能力不够肯定的办法 才一步步来按部就班的 转着稳定 结果是二十 你看有修学菩萨这方面 这方面要注意 这也是一种在修学菩萨上很容易忽略或是产生 这问题之所在 也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菩萨是我们的一个讲究的概论 其中我们要谈到这方面的事实 就是说 因为菩萨有这方面谈到所类 真一十二地 这四十地之一地 那由于谈到这些所类的空有的道理 常用的最方论 因为菩萨是讲理学 所以是空有要无外 真一十二地要引用无外 不然的话 就会留守胚子 不是 这是胚向处理心 消极分明 会一向就是把他四十化 那菩萨基本上也很重要的一个 修学菩萨的真谛的体验 这方面有一首胚子 那当然 后来久而久之 自然他的一些不好现象 所以产生出来 这也是我们在修学菩萨方面 在这里哪里 非常重要 那你在该修学的 该治愈的 都做到了 自然 所谓的菩萨学生 所谓的 佛法简咒 修学佛法 一定要是要拿着经典 在那边贵送才是学学佛法 不是 我们就能够处处 用你的实生命运 用个修学佛法 所谓的无处不是大场 处处就可以修学 都可以学菩萨学生 这所谓无处不到场 当然这个你要在修学佛法面 在自我加成修学 坚持无测诞 才能够能做到 不然一次开始求到这个 但有者就说 说不到做不到 变成一个圣像 这四方面 还是有它的成事要分离 有它的周经它们要把握 那整个概念菩萨 修学学术 就有一个方面的了解 那菩萨学术 因为我们中国是强音调 修学佛法 那陈一阵子 就是好几年前 就是有些活教者 就是这次南传方面 那了解他们那边的特色 他们有点特色 把它带到台湾 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那因为是环境的关系 这方面可能是有它的障碍性 它的困难性 不是被人做 那使其他的所谓的优点 特色 这个特色 无谓的地方 这个当有这个集中的环境 就是你要对这分明 你要有生意 不然你一下 因为要把它搬过来 可能会处处有障碍 当然以菩萨学术来讲 就这样它面对人事物 它不是要从经典上怎么看 要怎么用 就这一样化的过去 可能就是有问题 你还要这样一个生意的转换 在一个面对人事物方面 是吧 也就是说 实际上这可能是以前的讲华 那圣代环境 现代的时候它又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不同方式 那基本它要求应该做修学 是一样 对不对 那因为人环境不一样 当然你就是要有所 跟你所谓的时代查理 有所调整 所以是这样 所以是我们在菩萨学术 修学法门方面 以你就要 这方面的记忆 那就是达到 以修学菩萨学术的落地 人物各人物各 宿主就是道成 宿主就是人为菩萨学术 这个是我们先端来讲菩萨学术 那菩萨学术 你叫让人家困惑方面 就是藏起来 所谓的所谓的 在谈空的道理 就是谈这个妙有方面 就是原来是这个种种色象 常常这方面会划分的 就是不是很相应很明示 这两个人也是人会贯通常常这问题 但由于很多的大德 遗世后命 就是水师论室 这一个讲语者 是他论出的后命 问题就相对越来越少 那你只要花个时间 把好好的去了解 学习 虽然他的所谓这样的 融会贯通这次 在应用上 就是不是问题 那医生就说 要去看 要去捨 不是从某个法书讲什么样 叛与断计 就是这样 他们造成 叛与误政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你菩萨是这个 所谓不得利他的 你自己 政治上有问题 有偏差 那你这样在退口的时候 你社派影响的相对就很多 所以说 你这方面来讲 就是不得不小心 那你又不能说 因为这样 这一些菩萨应该的 利他的专业 不得的事情 这也是你的责任 你当初发授心论 所以这方面是 两者相对方面的 什么他的 什么的 南与人会贯通 南与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 要把菩萨学书 应该几个概率 给各位介绍 希望各位的菩萨 在学习法能 无构 无量法的事业 当然的 你是不是大常 不是菩萨大常 是不是这菩萨 想发挥的地方 就是利他的事情 祝你各位 既是大阿德 吉祥如平安 让你的菩萨大道 顺顺顺顺顺顺 一切的爬起 串满 一切 都是 我想的是 在残虐而言时 都是菩萨的 同志一会 一上一场 学习佛法 奥奥奥奥奥 十八法界 革命借着电视以及网路 伯远方界的传播力量 做法的牧师 除了发挥教育 以及洪化的方法之外 点滴风和行众 评论或者是退休之后 修行好好的操作 任何好把事业 都需要大传方式口齐 点滴布置 广结十八元 连的布施动表 能让防御远远流传 一切不到功德 允论成功资良 大波状号 4257 4784 资料74784 护名 翅膀 广结集会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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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首监点歌曲 只送不卖 您护时节目制作金贝 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CD一片 一切有位 您护时节目制作金贝